好的 那麼我們就直接發動盜賊 好 偷對方的加拿大過來 好我們直接伸招雷蒂 破壞對方的後台還有他的暗鬼 哇一次炸兩張 太爽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慶 今天呢我們要來介紹的就是 雷蒂混超能的牌組啦 那麼記得在前陣子實況的時候有遇到一個玩家非常的厲害喔 利用激進的念力女巫的效果 好被破壞的時候 除外他的念力王牌 炸下一回合的時候 把念力王牌拿來升級召喚這個超能 UA的 強力打擊者 然後就可以封鎖後台以及 炸掉 對方的一張卡片 我就覺得哎不錯而且有 很多觀眾都叫我 介紹那一套 但是呢 今天 我把那一套 大大升級了 升級成 雷蒂 X 呵呵 念力王牌 啊超強 念力超能牌組啦 哇好像有點老舍喔 但是呢這一套牌 阿慶可是研究了很久喔 這個一直改牌啊 改來改去喔 原本有放季瓶栗子球後來拿掉 那原本也是有放兩張人造人 後來發現有點卡手只放了一張 那也有放橫衝直撞 但是都拔掉了 好不好 這就是最完美的組法 最後研究出來最完美的組法 就是長這樣啦 那這一套牌到底要怎麼玩呢 跟大家大概解釋一下 也是一樣 激進的念力女巫一開始先蓋著 然後呢 被破壞的時候我們可以選擇看要跳超能毀滅者或者是念力王牌啦 那如果對方的後台很多 會選擇 召喚超能毀滅者 那念力王牌的話 就是 就是拿來升招用的 或者是這個雪人吞噬者也是非常不錯的 我發現雪人吞噬者呢 拿來升招是一張 非常好的選擇啦 那除了他反轉的時候可以破壞一張 對方的怪獸之外呢 我們來升招雷蒂 一樣可以 繼續破壞對方的一隻怪獸啦 只是雪人他只能破壞表側的怪獸 那我們雷蒂可以破壞里側 以及表側的怪獸 都是可以的 那麼最後我們放了三張加拿大來保護 還有兩張控制器喔 那控制器搭配念力王牌 可以破壞對方一張卡片 還可以把對方怪獸拿來升招 那罪骨式念導我覺得非常強喔 因為我們這一套卡組呢 放了六張的超能的卡片 那搭配罪骨式念導可以說是 非常容易搭配到喔 喔只要支付1000點生命就可以破壞對方一張卡片 而且搭配我們技能盜賊呢 喔把血壓到 壓到1500以下就可以直接 偷對方的後台啦 可以說是非常適合喔 當然如果你沒有盜賊你也可以使用等值交換這個技能 那麼大概就介紹到這邊吧 我們就直接揮放給大家看 最後會實戰給大家看喔 所以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決鬥重溫吧 GO 好的 我們這邊先蓋一張雪人還有加拿大 還有罪骨式念導就直接結束喔 好對方直接跳宇宙智澤來我們加拿大蟲 給他蓋起來喔 好結果這邊對方正統的血統復活 白玲瓏讓我們的墓地的加拿大也跳出來了 好對方除了我們後台 OK來我們雪人吞智澤反轉直接破壞 然後再深招雷蒂再破壞一張卡片 攻擊再攻擊對方場上已經完全沒有怪獸 哎呦後台了非常的爽喔 好那我們這邊召喚 電力王牌醉骨式念導炸下去 直接最後一擊對方就投降啦 非常的有趣喔這道 卡組呢可以 一直破壞對方的 怪獸或者是對方的後台 非常的暴力喔 好再來第二場遇到是十六葉雅記 OK 喔是個牌組平衡 好那我們這邊蓋其境的那女女巫還有兩張後台 這個騎手還不錯 好鑽鬥小子直接要特招來我們這邊加拿大看下去 好假面變身直接變身 OK暗鬼出來了 好 攻擊我們的機器電力女巫 好那我們蓋著的後台是控制器喔 那我這邊就沒有開了因為 暗鬼打我們的話我們生命會變1200 剛好可以觸發我們盜賊的技能 可以把對方的後台給偷過來喔 好的那麼我們就直接 發動盜賊 好 偷對方的加拿大過來 好我們直接伸到雷蒂破壞對方的後台 還有他的暗鬼 哇一次炸兩張 太爽啦 直接攻擊 哇 太神啦 好對方仿生了已經 放棄治療了 呵呵 直接自殺 好那我們回合 最後一集 贏得了這場決鬥啊 居然連T1的暗鬼都可以 呵呵 都可以屌打哇太神啦 好的 趕緊來看一下我們第3場喔 好這一場遇到是潘朵拉 好 請讓妙技應該又是白龍啊 好這邊冰果機器GOGO翻開3張 好 選一張 好召喚宇宙智者 來我們這邊蓋雪人 兩張控制器 可以出這回合 來對方巨蜂巨蜂喔不理他因為我們有雪人喔 被破壞對方的怪獸來直接 炸掉 好這邊召喚 蓋兩張控制器攻擊喔 OK 喔居然一個銀龍的烘炮 召喚白龍龍要出我們後台 我們故意不開喔 控制器故意不開喔 好 好 我們除外接近那些女巫 來我這邊發現對方有停頓喔 那因為是 重溫所以你們可能看不到 那我發現對方有停頓所以他可能會叫白龍 我就先 用雷蒂三招炸他 故意讓他引誘出白龍出來 然後我們蓋著的控制器 就可以使用啦 好攻擊直接搶過來 看一下對方有沒有栗子球就直接 搶過來攻擊喔 成功的又打贏白龍了 非常的簡單喔 好的那麼 來看一下我們第四場 遇到是龍可 OK 好 好 對方是一個惡蟲的牌組 好 那我們這邊直接蓋雪人 蓋這張牌 對方直接 喔惡蟲電王非常兇在我們的後台 可是我們中間是放最古事念導喔 把沒用的卡片放在中間 給他拆喔 算是有賺到的 好對方攻擊 我們雪人吹噬著直接炸掉 他的秀瓦利愛 因為那張秀瓦利愛可以 炸一張這個 卡片喔 所以我就先把他炸掉 然後我們這邊雷蒂直接升招 炸掉他的怪獸 攻擊 雖然知道他有後台 但是我們還是攻擊啦 先這個消耗對方的後台喔 好 那我們這邊 召喚超能毀滅者 直接把他兩個後台都炸掉 太爽啦 好超能毀滅者的副作用 場上沒有 其他的超能組會自爆 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這邊就攻擊了 好夜火重擊士打過來 加拿大我知道他手上有 惡蟲電火 因為一直有停盾喔 所以這邊也是故意開個加拿大 逼出他手上惡蟲電火 好 但是我們這邊 沒有抽到怪獸 所以 沒辦法給你最後一集啊 抽到雪人 蓋起來 OK 有沒有怪獸 喔 激激的練練禮物 對方就投降啦 他們手上剛好也有 墜骨式念導 可以把他的後台給炸掉啦 好的 時間非常快來到我們最後一場 遇到的是 霧騰遊戲啊 OK 好我們這一場的起手好像不太好 但是有抽到極盡的練禮女巫喔 還不錯還蠻幸運的 好 好 對方潛心繼續守 直接來個加拿大 看你怎麼跟我炸 好我們直接升招雷蒂發動效果 炸 對方的怪獸 攻擊 剩200攻喔 剩200的生命喔 好潛心繼續守 欸 我還有加拿大 我家是賣加拿大的 我還有該一張加拿大 哇 三張加拿大都在場上喔 非常的凶狠喔 難道這一套是靠加拿大嗎 而不是靠其他的卡片嗎 沒有 你想太多了 只是巧合而已喔 硬到了這一場的決鬥啦 好的 那麼 照慣例喔 一樣要實戰給大家看吧 那我們就直接拿這一套 卡組實戰給大家看吧 那我們就 直接 開打吧 好遇到傳說一的 劉韋澤 還不錯 喔不要遇到傳說三了 傳說三就太強了 好我們這邊起手 呃感覺不太好 那我們就先蓋三張牌結束吧 喔其實起手最好的是有 極境的 烈烈女巫或者是雪人喔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極境的烈烈女巫被破壞可以 下回合可以特招一張 超人組的怪獸嘛 那雪人呢 因為他的防禦力很高 不容易被打穿喔 下一回合一樣可以 拿來升招喔 好 喔是一個 D hero 我覺得 OK喔 好 好 那這邊呢 我 我想要開這個 加拿大 他手上可能會有變身喔 所以我就開個加拿大 唉果然變身了 變身打我們的話我們生命就是1500以下 那1500以下我們就可以開 這個盜賊喔 直接偷過來 偷對方的後台過來 我是 故意的計劃通 那剛剛呢 我是一個 神預測 雖然我開關沒有打開 來判斷對方手上有沒有東西喔 但是我就覺得他手上應該是有 唉 結果又一個假面變身 玩得不錯 居然有這種 調技量 那我們就 開個控制器 把它轉手就好囉 好 那我們這邊 控制器轉手 OK的 那其實 也可以加拿大 可以再跳出一隻 喔 剛剛應該開加拿大的 跳出加拿大 我們就可以生招了 啊 算了算了 沒關係 沒有關係的 好 來發動技能盜賊 偷過來 呵呵 吃一張萬能地雷啊 太爽啦 那對方就不敢攻擊了 那我們就先 召喚 烈靈王牌 我們採取攻擊狀態好了 因為 對方可能會有 磚頭小子喔 我打下去是扣1600 非常痛 那我們 萬能地雷蓋 蓋著 對方一定不敢打過來啦 暗鬼會直接自爆喔 我覺得OK喔 我覺得OK喔 好 你已經知道我搶過來的是萬能地雷 那你還敢打嗎 直接個粉碎 該不會打過來吧 不會吧 不會這麼刺傷吧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啦 我都已經 偷過來是地雷了 你居然還開 喂喂喂 what 不對耶 不對耶 你怎麼 會開呢 呵呵呵 對方明明就知道 他的地雷被我偷了 但是還是打過來了 真的是天兵啊 還不錯喔 我很欣賞 我很欣賞 對方的魯莽 還不錯還不錯 喔 那對方傻掉了喔 呵呵呵 他已經開始發呆了 呵呵呵 呵呵呵 怎麼了怎麼了 對方已經受不了了嗎 是一個 簡體字的名字 好結束回合 我覺得OK喔 好 那我們這邊可以升招雷蒂啦 那這邊有點可惜喔 升招雷蒂可以破壞兩張卡片 但是對方只有一張牌 所以我們就升招加拿大吧 好 破壞一張卡片 OK RS一張雪人 為什麼對方也有雪人啊 好 難道對方也要升招嗎 他不是玩 D hero嗎 怎麼會放 放雪人呢 好 對方應該放棄治療了 好 他沒有 好 あー 不知道 朗朗 我 你在這 我 有 我 好能理他哦 我們加拿大還是在緊要關頭的時候在使用 來我們這邊 激進的念女女巫取了吧 好雷蒂給他最後一擊 太神了 哈哈哈哈 這套牌真的非常的有趣哦 還可以打贏這個對方的T1暗鬼啦 那如果今天這一介紹的這一套牌組大家喜歡的話 也可以拿來試玩看看哦 那麼今天的牌組就介紹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請幫我點個喜歡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喜歡上六點不一定會發佈影片 各位親粉們我們下次見 劇動 哇哇哇哇哇哇哇 劇動